哈囉大家好,這也是WiPi生活不孤單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像我一樣 以為自己懷念的是電影院裡的爆米花味道 但其實是想念那份可以不用戴口罩、不用擔心病毒 可以和大家一起看電影的自由感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安心在密閉空間裡看電影 不知道會不會重新吹起一波懷舊風 讓星空下的蚊子電影院再度成為大家假日的好去處 在美國,除了社區或是夏季活動會舉辦草地電影節 在旁邊的餐車簡單買個零食就能席地而坐看電影之外 汽車電影院Driving Theater也是一直都很受歡迎的看電影方式 透過Google Map搜尋Driving Movie Theater 就可以看到每一間的評比 在北加,最有名的就是West Wing 今天就要帶大家一起買架機到West Wing去看電影 準備好食物,接下來就要排隊買票進場囉 因為汽車電影院是投影在露天的屏幕上播放電影 所以要等到天黑才能開始放映 北加的七月大概八點半才天黑 第一場電影就會在八點半之後才開始 到了十二月則是五點不到就天黑 所以第一場電影會安排在五點左右 我們是九月初去看 預約到的第一場電影是八點零五分開始放映 為了可以站到好位置 所以提早兩個小時抵達 沒想到只有小貓兩三隻 也還沒開始驗票 買票的方式分為現場和網路購票兩種 現場購票是用車子排隊 就像要進國家公園入口一樣 直接跟售票員說你要看哪一部電影 哪一個時間 以及有幾位大人和小孩 目前的票價是 12歲以上8.75元 5到11歲2元 4歲以下免費 每個禮拜二是家庭歡樂之夜 大人特價5.75元 以每一台車裡面的人數來計算購買 不能幫後面的汽車買票 網路訂票要先選日期 再選片名和場次 然後點選不同票價的人數 最後用信用卡結帳 付款完成後 系統會寄email給你 裡面就有二維條碼 在入場時出示二維條碼 讓售票員掃描就可以了 網路預訂或是現場購票的票價是一樣的價格 但是透過網路每一筆訂單 會加收兩元的預訂費 汽車電影院會有好幾個螢幕同時在播放電影 就像電影院有好幾聽一樣 電影的聲音則是透過調頻來播放 每一聽的頻道也都不一樣 電子票券和現場購票的票券上 都會顯示你選的電影和場次會在哪一個螢幕播放 也會顯示廣播頻道的位置 到時候只要把車子開到指定的螢幕停車場 然後打開指定的頻道 就可以在車子裡開心看電影了 等了十分鐘後 雖然還是沒有售票員 但是因為撿票口的門沒有關 所以已經陸續有車子先開進去佔位置 我們已經先在網路訂票 知道自己在哪一廳看電影 所以也跟著先開進去選位置 停好車之後 清潔人員還在用大型吹風機清理昨天留下來的垃圾 一般來說 雖然地面已經有斜坡的設計 可以讓每一台車停放時都能有一個仰角 避免被前面的車子遮到視線 但是中間和前面的位置還是會盡量保留給小客車 如果大型車輛停在前面和中間 還是會有可能影響到後面車子的視線 我們選了一個中間偏前面的位置 然後受不了炸雞的香味 趁熱先開吃 吃到一半 有工作人員就開始來確認提早進場的車子 是不是都有買票 沒有買票的 就要開出去重新排隊購票 我們出示電子票券後 就可以繼續留在原來的位置 吃完炸雞 帶大家到汽車電影院的販賣部 去逛逛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這間汽車電影院的播映室 就位在這棟販賣部樓上 所有聽的螢幕都以它為中心 環繞著它 就可以同時投放好幾部電影 一樓的販賣部裡除了有一些遊樂設施 可以讓先進場的人打發時間之外 也提供了披薩、爆米花和可樂等零食 一桶爆米花8元 寶特瓶裝飲料4元 價格偏貴 接近開眼前也會大排長龍 所以我們喜歡從外面買食物帶進來吃 販賣部旁邊也有廁所 電影途中都可以隨時來上洗手間和補買零食 電影要開眼了 我們要回車上囉 官網上建議要提早到場 一來是能選到比較好的觀看位置 另一個是電影開眼後會要求大家關掉車燈 如果車子還陸續進場找位置 就會影響電影投放的效果 一般小轎車會面向螢幕 直接坐在車子裡看電影 休旅車或大客車可以到車後 打開後車廂 然後躺在自己帶的棉被或睡袋裡看 也有不少人會帶著錄影椅坐在外面看 有的汽車電影院甚至可以接受一邊烤肉一邊看 因為早晚溫差大 在北加即使是夏天的晚上也會降到20度以下 想要坐在外面看的人 記得要帶外套和毯子保暖 最後打開車內調屏 或是自己帶的收音機和手機 調到票券上的頻道 就可以開始享受在汽車裡看電影的樂趣 汽車電影院在電影開播前 一樣會有廣告 一樣會提醒注意事項 一樣有即將上映的電影預告 都播完了才會開始放電影 絕大部分的車子在看電影時會關掉引擎 避免引擎噪音影響到別人 排放的廢氣也不環保 但是關掉引擎使用汽車電池看完整部電影 通常到擅長的時候就會沒電 所以大概每隔半個小時 要記得發動引擎10分鐘來維持汽車的電力 今天雖然提早來站了一個好位置 但是遇到前面停了一台家頂 還開後車廂的休旅車 擋到一點右下角的螢幕 但是因為不需要看字幕 所以就沒有再移動到其他位置了 電影結束後 大概塞了半個小時才移動到檢票口 這個時候已經可以看到長長的車龍正在排隊買票 準備看11點多的場次 今天的汽車電影院體驗之旅就到這裡擅長囉 下一支影片是每天拍10秒鐘 累積300秒的美國生活9月日記 敬請期待 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即時好我們一起出發去體驗外派生活的點點滴滴喔 下個影片見 掰掰